这种海鲜高温超过450度都不会死 那又该怎么吃它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物的奥秘,我是大象 海鲜人人都爱吃,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基本水温升到55度的时候,海鲜就会失去生命体征 要是等到沸腾,基本上就可以上桌了 但是自然界中就有超反常态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世界上最牛的虾类 也是最不怕热的虾类 水温超过450度,还依然活得很好 难道它们有啥特异技能 在进入主题之前,麻烦点个关注 以便错过下棋更精彩的内容 在加勒比海以南有一片海域 里面生存着一种虾类,叫做白色蟒虾 那为什么叫做蟒虾呢,它真的是虾子吗 其实它们原本并不是蟒的 那是因为它们常年生活在深深的海底 海底我们都知道因为没有光的照射 常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它们的眼睛也就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了 时间一长,眼睛就会慢慢的退化 最后变成了真的蟒虾 但是有意思的是,白色的蟒虾的背部会发出光芒 有人说这是它们长在后背的第三只眼睛 这种虾类最早是英国的研究小组发现的 它们常在海底深处的火山口游荡 这个火山在海底的2500米处 这里的温度最高可达到450度 令专家们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居然还有生存的活物四处游荡 在这里不仅有白色蟒虾,还有鱼类和不知名的生物 它们完全不怕被高温煮熟 仿佛还很享受这里的温度 当时的专家们也无法判断,这些生物是怎么生存的 难道这些生物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或者是它们的疲态后根本感受不到热度 随后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汇集到了一起 进行了一次研究 研究指出,任何一种生物或者是高级动物 都无法承受高温的热度 包括最高级的人类 因为温度在超过70度以上 生物体内的蛋白质就会自动分解 这时生物就会迅速进入死亡 可这里的生物就是一反常态的生存了下来 后来研究人员就白色蟒虾做了比较 宣称白色蟒虾并不是真正不怕450度的高温 火山的高温是任何一种生物都无法存活的 当火山喷发结束后 周围的温度也会慢慢的降下来 直到下一次火山苏醒 而科学家们每一次考察 也是当水温降下来的时候进去的 所以他们就能看到白色的蟒虾 他们推断白色蟒虾在水温升高的时候会自动离开 然后在水温下来的时候又游了回来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蟒虾会知道火山什么时候喷发吗 难道他们有什么预知的能力 并不是他们有什么预知能力 那是因为白色的蟒虾身上自有温度计 蟒虾背部的光芒就是他们的温度计 也就是他们感知的温度气管 当他们感知到火山口的附近的升高时 他们会自动离开到别处去觅食 等到水温降下来以后才会游回来 也就是研究小组看到的画面 那就打破了白色蟒虾在450度环境生存的说法 事实上早在一个生物的资料中就有记载 上面有详细白色蟒虾的资料 资料中指出白色蟒虾虽然在高温的环境下生活 但是放进锅里煮一会就会熟 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马上要对蟒虾准备下嘴了呢 那么有这种想法的小伙伴们千万要打向你的念头 这种蟒是不能实用的 因为白色蟒虾生活在海底的火山附近 在火山附近有很多有毒的物质 蟒虾常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下 自然身体里也含有许多的毒素 这种带着毒素的盲虾一旦实用 就会对身体产生极大的伤害 就算是这种虾没有毒素 实用也是没有什么营养 因为它们靠背部的光来感知温度或者是方向 所以它们的营养都供给它们的背部器官了 还有一些网友说了 那我们自己养殖然后不就能实用了吗 这就大错特错 这种虾是不能养殖的 因为这是一种深海虾 这种虾只要是浮出水面就会死亡 它们不能适应其他的生存环境 只能生活在深海里 所以屏幕前的吃货们还是行行吧 不是万物都是可以吃的 好了伙伴们 今天关于白色盲虾咱们就说到这里 在这里我有个疑问 那就是地球上除了白色盲虾不能吃 还有哪些海底的生物不能吃呢 有知道的老铁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